是映小威的質詢 他在質詢有關於那個精華層容積率的時候 這個人是柯文哲嗎 是 是嗎 是柯文哲嗎 他說他不知道啊 那會不會這是假的柯文哲 他是不是有替身 小牛裝的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擔心 會不會2017年跟2021年 那個當台北市長的柯文哲 目前人是被關在地下室裡面 那這個在法庭上的柯文哲 其實是一個替身實則 那這個 所以這個法庭上柯文哲 完全不知情 我怎麼會知道 不可能會知道 因為知道的人在他家的地下室 我覺得這個真的 怪不得要 像那個特種部隊那個情節 貌中美國總統 怪不得要買很多的房子 有可能在那個4300萬的商辦裡面 以前的那個柯文哲 有可能在那裡面 不論人家怎麼相信說 你以前你說你七點半嗡嗡嗡 你說你最情政 然後你面對我們這些議員 當然采薇是比較幸運 沒有對到他 以前的質詢畫面調出來看 柯文哲 那叫做不可疑似 英明神武的樣子 他的劇本很多 每一天事情行 他抽一本來演 今天的看幕僚報告說 今天記者會問什麼問題 決定我要演嗡嗡嗡七點半上班的柯文哲 今天要問我進化成問題是不是 我要演我不知道的柯文哲 今天要問我政治現金的帳 商辦的帳是不是 我就說都是李文忠推卸給別人 對不對 今天要評論民進黨是不是 這個民進黨 怎麼可以把錯都推給下面基層的公務員 他就是這樣 隨著時事的變化 要去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 這個是友台所整理出來的一個大事記 之前2010到2012這之間 他們就一直說要提高到560 但是屢屢被打槍 然後 就是剛好十年之後 十年之後 十年磨一劍 厲害了 但是我請教阿苗 因為這個時間軸 相信你在這個調查小組裡面非常清楚 但是我想要請你好好的幫我看一下 這個人是誰 這是應小微的質詢 他在質詢有關於金華層容積率的時候 這個人是柯文哲嗎 是 是嗎 是柯文哲嗎 他說他不知道啊 那會不會這個是假的柯文哲 他是不是有替身 小牛裝的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到底是不是柯文哲 你有問過啊 你在2021年的11月11號 甚至之前你也都問過嘛 你有沒有確認 你問得到的是不是柯市長 是嗎 所以我們現在擔心啊 會不會2017年跟2021年 那個當台北市長的柯文哲 目前人是被關在地下室裡面 那這個在法庭上的柯文哲 其實是一個替身使者 那這個 所以這個法庭上的柯文哲 完全不知情 我怎麼會知道 不可能會知道 因為知道的人 在他家的地下室 我覺得這個真的 這很像那個特種部隊 那個情節 冒中美國總統 怪不得要買很多的房子 有可能在那個4300萬的商辦裡面 以前的那個柯文哲 有可能在那裡面 不論人家怎麼相信說 你以前你說你7點半嗡嗡嗡 你說你最勤政 然後呢 你面對我們這些議員呢 當然啊 彩威是比較幸運啊 沒有對到他 你以前的質詢畫面 他就調出來看柯文哲啊 那叫做不可疑似啊 英明神武的樣子啊 我還記得喔 我2021年 現在大家看我11月11號 問他金華城的事情 對不對 隔天才隔一天喔 11月12號 我問另外一個題目 我問他說啊 這個台北通的 個資保護的事情 我一樣拿市府找專家 寫了一個報告問他說 我們市府花錢 聘這個專家寫的結果是這樣 怎麼你做的都不一樣 那時候的柯文哲他回答我什麼呢 他說 我們有那種專家有很多啦 我們是多慌收集意見 也不是說那個專家講什麼 我就聽他的 不是專家講什麼我就聽他的 我也是專家 他那天是這樣講喔 我當下很差異啊 想說我怎麼沒聽說過 等等台北通是什麼 什麼像是資通掛的嘛 他不是醫學掛的嗎 他又通了 他又懂了 他又專業了 我就很驚嚇說 我以為你是醫學專家 結果你變成個資法專家 哇 好厲害喔 結果現在他突然告訴我說 龍基律我不懂啊 我怎麼知道 我只說相信 相信彭正珍 相信那些都委會 都是都委會的問題 這個人設是徹底的破滅了 已經變成24個柯文哲 你知道嗎 就一下子清廉的柯文哲 沒有錢選舉還要借錢 一下子說 本來我們就可以輕鬆買上億的房子 沒問題 今天又說 如果有一千萬我就很好命 奇怪 你不是四千三百萬 拿去現金買上半是一千萬的四倍 你不是四倍好命 所以他的這整個的問題是說 他的劇本很多 每一天事情行 他抽一本來演 今天的看幕僚報告說 今天記者會問什麼問題 決定我要演瘟瘟瘟七點半上班的柯文哲 今天要問我進化成問題是不是 我要演我不知道的柯文哲 今天要問我政治現金的帳 商辦的帳是不是 我就說都是李文忠推卸給別人 對不對 今天要評論民進黨是不是 這個民進黨怎麼可以把錯都推給下面基層的公務員 他就是這樣 隨著時事的變化 要去扮演各種不同角色 你說法官怎麼會認為他不知情 我跟大家報告 千萬不要怪法官 千萬不要怪法官 我相信法官沒有偏見 我相信法官是跟二零二零年六月份的我一樣 二零二零年六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第一次在質詢場上問柯文哲金華城的事 因為我看到都委會開了一個研議案 我覺得事有蹊蹺 都委會怎麼會一個私人財團案子做研議 所以我就質詢柯文哲說 柯市長你知不知道 都委會已經為金華城開會要送榮基做研議了 柯文哲當時抓抓頭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很經典的話我不知道 我當時也相信他說他不知道 因為一個市長他可能確實不知道都委會開了什麼會 我在那邊還花了我很多質詢的時間跟他解釋說 你看這個會議紀錄都沒有寫委員的名字 寫什麼委員A委員B委員C 這些反對跟贊成的委員 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這樣不對 我花了好多時間跟他講 結果我今年加入金華城議會調查小組 所有資料一調出來發現 2020年3月10號你已經跟應曉薇吃便當了 你吃了應曉薇的便當之後 隔一個禮拜你已經蓋章交辦金華城的都發局了 更可怕的是隔一個月在4月份的時候黃錦茂問你說要不要都委會開會演藝 你柯文哲蓋章說 Yes I do叫都委會去開會演藝是誰 就是你柯文哲 結果6月我問你說你知不知道都委會開會 我不知道 這演技是精湛的 真的很厲害我幫你補充一下 因為我從這個減淑培議員他調出來的這個公文當中 這邊簽字很小字 那這幾歲是柯文哲寫的 我們把它放大來 他就寫速審速決 這個時間點你不是2020年6月問的嗎 質詢的嗎 2020年3月10號就是便當會的那一次的公文 那公文上面就說金華城 他們後來開始野心變大了 本來是560 他們後來開告說我要678.91% 你跟我們和解 然後內容第二個就已經跟你講了 不好意思不能超過560 他們要開到678對不對 內容關鍵三提醒柯文哲說 這個如果你答應他們條件的話 會有圖力精華城的爭議 他看完之後他說速審速決 速審速決沒關係 他還是一個相對比較中立的一個說法 可是他騙你 這張公文的重要性在哪 重要性在於說 其實柯文哲早就看過法務局 告訴他說金華城的容積到560就緊繃了 超過560會有圖力的問題 這個是他看過他自己蓋章 還B4 他看過 所以後來為什麼會送那20%容積 難道柯文哲心中毫無警覺嗎 我不相信 因為他是智商一五七 因為他都七點半上班 他情政愛民到現在他演的 我都相信 所以他怎麼可能會說不知道 今天這整件事情最奇怪的就是柯文哲在每一次關鍵的程序都有他的章 都有他的便當會都有他的財事 可是最後 映曉威有事 審信經有事 彭政生也有事 只剩這個每次關鍵時候 就給他蓋一顆張的柯文哲沒事 因為他全部知情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的人設 就是要從一五七變成一加五加七 因為他就是一個草包 草包坐在位置上 不像傀儡 然後人家公文送到我桌上 我正著看 盜著看 都沒在看 我都把他蓋章 這也不可能 那你講說今天陳志涵才講 是因為苗柏亞 你沒有把840%算給柯文哲看 才害柯文哲怎樣 因為你可講到說增加容積率20% 你沒有數學把它算出來 沒有加阿伯 阿伯是理工科的 你是文組的 我今天要直接問一句話 難道陳志涵你對20這個數字的概念 只有限於你自己的月薪嗎 你再摸一下好不好 法院講說20%容積是客觀違法 這是法院講的 我當時質詢就是跟你講這20% 我是精準命中給你 你還怪我說 老師你只有命中題目 你沒有告訴我出題的範圍 我沒把整本看完 陳志涵就是由你這種沒料的人 包圍在柯文哲身邊 才會害柯文哲今天淪落到卸任之後 要跑法院去面對他的五大案